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可以解释了 所以为什么灵性上的认知是那么重要 如果你没有 其实灵性不是一个知识 不是知识 它是一种认知 它是一种你对世界的看待 就是你怎么看待的 你对生命的认知 生命的真相的认知 这个真相你认知的越多 你就越快乐 越快乐 就是快乐呢 是因为你没有这种缺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这个认知的话 你就不是在这个地方缺少 就是在那个地方缺少 因为你会不断的去用别人的价值观来衡量你自己 对吧 比如说 别人是不是认可我呀 那为什么别人的认可成为你的价值呢 你的价值应该本来就有 而不是别人认可了你才有 是不是 比如说 我上次跟你讲话没有说的时候 我就说 有一个事情 我真的觉得我跟你讲话 我已经感觉到了你的在灵性上的一种进步 而且这种进步还是挺快的 就不是那种一点一点的 是一种有点飞跃式的 那这个东西呢 怎么感觉到呢 讲一讲 就是一种认知 就是一种理解 就是对世界的 对生命的 真相的认知 哦 是吗 所以这种认知呢 有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是跟年龄有关系 比如说 年纪越大就会认知越深 但不一定啊 但不一定 他跟这个年龄不是有直接关系的 他是跟这个灵魂的 他在里面的 比如说遗传基因 不是遗传基因 就是DNA 他这个密码 在我们的身体里的这个密码 他到一定时候 他就开启了 他也许很早就开启 他也许很晚才开启 或者说在这一生中他都不开启 也有可能 因为他可能就是 就是这么被设计 不是设计啊 就是被计划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 这个开启有时候呢 不是自己 就是我认为啊 他的开启 有时候是因为一个机会 就是比如说 以前可能我跟你没有讲这些东西 所以就没被开启 但是后来我跟你讲以后 刚开始也没被开启 就是你觉得 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 而已 但是突然有一句话 或者有一个观念 使你那个东西被开启 对 但你并不一定知道 你也不需要知道 但是在开启以后 你对世界的看法就开始 就是跟他真实的真相接近了 对 就不再是看到什么是什么 对吧 一般来讲就是咱们是看到什么是什么 但是看到什么可能并不是那个样子 他真实的样子 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或者是完全 跟那个表面现象有很大差别的 是 那 那如果你能看到这些东西 就是 对生命真相的一种理解 开始了 然后你一旦开始以后 就不会停止 它就是一个不可回的 一个不能逆转的 你知道吗 对 就是你会越走 越 越朝这个方向 就是 越深的走 走进这个方向 因为为什么 就是它是一种 不自觉的 一种 就是一种力量 在驱使你 走的 越来越 就是朝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本来就是我们灵性的 就该走的方向 然后在你在路上 就是本来你没在路上 或者你原地踏步呢 然后后来你就在这条路上了 那你一旦在这条路上 你就被一种能量吸引往前走 然后你可能会走的越来越快 你也可能开始跑 你也可能开始跑 跑步 因为它会让你这样做 就这也是我的感觉 就是我刚开始可能就是那种走的很慢的 东 还是东张西望 然后也不是有点不知所措 有点惶恐 然后我发现 哎 这条路是让我感觉好的 然后我就开始走的 就比较自信了 然后就开始 越走 越 越感觉好 对 所以 所以这就是像就是灵性上的一种 一种 开始的 起步 到真正在这条路上 它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 所以 为什么你会听 一直听我这样讲 而且愿意听 而且能够在这个对话里面 能够 就是参与这个对话 然后 甚至可以 开始有自己的 就是一些想法 就是因为一定在这条路上 是啊 我想如果一个人他对这个不感兴趣的话 他也不可能 听得进去 你说是不是 就是 对 应该是他不能够继续下去 这个对话 然后另外他就是会觉得 你在讲什么 好 这个能给我什么 好 这个不能给我物质上 任何的帮助 也不会使我那个生活有所改变 好 但实际上呢 所有的东西 都不能是你有改变 几乎 除了这样东西以外 就像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就是 就像说 你比如去另外一个一个陌生的国家 好 比如说你去了西班牙这个国家 好 你你从来没有来过 然后你也并没有 就是 对这个国家很多认知 但是你想如果你要去这么一个陌生的国度 你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你想去学那个语言呢 或者想学他的文化呀 或者你就是对这个国家特别的有兴趣 然后你就去了 对吧 你去了 那你去了以后呢 然后当地的人就会问你一定会问你嘛 就是一定会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那你为什么来我们国家 对不对 好 那你想一想哈 就我现在说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就像我们来到地球一样 那来到地球以后 然后比如说你来到这个国度 那当地人就会问你 就算当地人不问你 你自己也会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为什么来了 对不对 如果当地人问你说 你为什么来我们国家呀 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特殊的兴趣吗 然后你的回答应该是 对我特别喜欢 我读过一本书关于西班牙这个国家 所以我特别有兴趣 或者说我对它的某一个城市的一种文化 或者你们这个斗牛的这个文化 我特别有兴趣 那你才会你想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举动吗 你从另外一个地方来到了一个 一个 你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个国度 可是 灵性学习像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来到了地球 我们这个灵魂来到了地球 然后呢 然后你自己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来的 我我就来了 我就被生出来了 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是不是 你必须要知道我为什么来 那 比如说你在西班牙这个国家 然后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说 人家说你为什么来这儿啊 然后你说我不知道 哈哈 这是首先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对不对 一定是有缘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别人也不会相信的 对不对 别人会觉得你在隐瞒什么 那我说什么 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认为 不知道为什么被生出来 会有这个生命在这个 这个地球上 如果是这样一个答案的话 只是表示你现在不知道 但是并不表示没有原因 对 那那为什么我们会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呢 就是因为这个游戏 比刚才说的从另外一个国家到西班牙这个国家 这个也是一种 一种举动 但是比比这种 这种做法要更 更高级的一种游戏 就是让你先不知道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人生 慢慢的了解你为什么来到了这个特殊的星球 然后这个游戏也可以是你就是一直不知道 你就是只做游戏 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做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游戏呢 就没有达到它真正的目的 对不对 因为你做游戏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做那个游戏 对不对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就像有些孩子 他做游戏 他觉得好玩 对不对 也可以 但是更好玩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你为什么做呢 所以 你知道和不知道的区别 就像你知道你为什么存在 和不知道为什么存在 它的差别 就是你一旦知道的时候 你会把这个游戏玩得更好 对 那难道不是一件是我们希望做的事吗 就是把我们人生这个游戏能够玩得更有趣 对不对 你玩得有趣的时候 你才会 没有那个 一些 比如说我们一些烦恼啊 一些一些 一些迷茫啊 一些有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每天去工作 或者每天 早上起床以后不知道 为什么要过这一天 这样的状况就是 因为不知道这个游戏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很多人 对 但是不知道的时候呢 有的人就会去开始思考 对不对 但有的人呢 他就觉得说 哎呀大家都这样 我也就这么过了 有什么区别吗 可能本来就应该就是不要多思考的 该干什么干什么 是不是 但是这样下去的话 就会越来越迷茫 就会就没有就没有说啊 咱大家都会这样 咱们都一样过 然后也就没事了 并不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他的意义的话 你也许有时候可以 因为你很忙 你就不去想了 对不对 你每天已经忙的不得了了 所以就没有时间去想他 但是你一旦静下来的时候 你总要静下来的时候 对不对 你总有跟自己 就是内心对话的时候 那这时候 这个问题又来了 我为什么活着 我为什么做所有 我吃饭睡觉工作 我为什么做这些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问题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灵性的存在 这是我们的本质 就是我们灵魂的本质 它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你不能够无视它的存在 是不是 就是 对对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 不去问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跟 我那个表弟 我跟他 有这么一个对话 天天好 天天好 然后 他比如说就是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有的人呢 他因为有内心的这种 声音 就说我为什么要活着 我到底每天都在做什么 他虽然没有把这个话说出来 但是他内心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 都会有这个声音 那那比如他去做什么呢 他就去研究太极 对吧 我是不太 他说我 他研究的神来着 好像就是说 是一种什么弓 一种什么弃弓 就是不太了解 我对 我真的没有什么 对这个太极的了解 但我要说什么呢 就是 那他说这个是有很多的 就是一定是他研究这个 他对他有兴趣 那有什么兴趣呢 就是他可能够 能够解释一些事情 对吧 用这个太极来解释一些事情 一定是这样的 那好 他说的 说这个能够了解一些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是大家 一般人没有了解的 而且他已经了解到了一个极限 好 那我相信 我相信一定是这些东西 能够使一个人对某些东西说 原来这个东西他可以解释 他可以解释某些东西 对不对 那就像一个 就像一把钥匙 他能开一扇门 对不对 一扇门 然后开了这个门以后 那这个门外的世界 可能是很精彩的 那你没有这把钥匙的话 你就这个门打不开 那你就可能没有看到 你本来可以看到的东西 好 我听到以后 因为我对这个太极本身没有理解 所以我就想 这个可能是 也许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好 但是 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 我说那 因为他讲了很多 我没有办法去重复他说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不太了解的东西 但是就听起来 我只能说是非常的神 或者玄 很玄的 那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能够用它来解释生命的意义吗 嗯 因为最大的秘密不就是这个吗 好 因为其他东西 我们人世间的事物 很多是我们造出来的 那我们造出来当然我们可以解释 对不对 但是这个生命的意义就是 所有的人 或者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灵性的大师 都在追寻这个 就是 我们怎么来解释生命的意义 好 我问为什么在此 那好 我就问他 然后我说那你能用他来解释生命的意义吗 他说不能 不能 那我就问他 我说那如果你对他非常有兴趣 或者你甚至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个 而且你研究的东西并不是一个 就是自然界 就是比如说一种 一种数学啊 物理啊这种东西 你研究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对不对 就像哲学就是精神上的 对吧 还有什么是精神上的 就是比如宗教也是精神上的 宗教其实也是 跟哲学 就是它是很相近的 比如佛法 它是一种法 它是一种哲学 一种更高境界的哲学 那好我就说 那如果你研究的这个 或者你对他有兴趣的东西是一种 哲学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那 难道你不会去认为 你你研究所有的精神上的东西 其实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就是都是为了知道 我们为什么在这儿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是谁 对不对 你你你精神上的东西 难道不是为了这个 最终是为了解释它吗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解释它 你去解释别的东西 然后最后 比如你去解释别的东西 那你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在此做什么 因为不可能你去对一个东西有兴趣 然后这个东西 特别是精神的东西 它是跟你没有关系的 你会对这样的东西有兴趣吗 那我说什么 我就说这个 对我们生命的意义的了解和探索 是不可能去避免的 就这一定是最后你想知道的 我说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所以他就没有在说什么 好 就是 因为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呢 就是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呢 你既然对精神上的东西有兴趣 那你难道能够对它没有兴趣吗 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够否定 所以我们对生命的意义的认知是我们 想要知道的东西 要不然的话你在研究什么呢 对不对 就是这是我的问题 就是那你到底对什么有兴趣 你在对精神上有兴趣的时候 它难道和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没有关系 难道你不想知道生命的真相吗 所以 所以只要 只要是在思考精神上的东西的时候 它一定回到这个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东西 我们可以不面对 我们可以逃避 但是它永远在那里 它在那里 它不仅在那里 而且它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的心中 那你不管怎么逃避 你都没有办法真正逃避 因为它永远是跟你在一起的 那 是吧 就是你不可能说我没有跟我自己在一起 对吧 我没有跟我的心在一起 所以你其实 就像你解决一个问题 你解决一个 比如说你现在生活中有一个问题 比如你家里有一个地方的漏水了 比如说 你能做的就是要不然就修理它 要不然就不管它 对不对 那或者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我就拿一个水桶接着它 就是我既没有修理 我也没有无视它 对吧 那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在做的事 就是说我修理 我都不知道它从哪来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修理 我也不知道这个修理有没有效果 然后呢 我也不能无视它 因为它就在我的家里 那我就拿盆接着 可是你用这个东西接着的结果 就是它这个洞 它一定是有个洞和缝隙 它这个东西不会变得更小 它一定会越来越严重 一定是这样的 对不对 它最后就造成你的生活里面的一些麻烦 所以你你不去解决 嗯 就是只能会是这个问题更成为你 你想知道的 就是你越不去面试它 它就越来来到你的心里 然后你会 知道你可能有一天不能够不面对它 因为你不面对它的时候 你的生活 各个方面 其实都会不断的在 向你展示 向你展示什么呢 就向你展示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 你过年的时候 然后呢 你说哎呀我不能一个人过年 我觉得很无聊 我一个人在家里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如果看书的话 我那个 觉得很无聊 也觉得很孤单 嗯 过年的时候 我为什么在家里 一个人在那看书呢 那我一定要去找朋友 然后你就找到一些朋友 然后说 好我们一起聚会 就这件事 是非常正常的人类的行为 是没有什么值得批 就是评判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 就是说你去这么做了 你当时是觉得很快乐 但是你那天晚上的聚会 然后你想总有一个时刻 是你们要分开的 然后第二天 你还在那个家里 比如说你是一个人 那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家庭 或者他还很年轻 还没有有家庭 好那他 会第二天 他仍然面对他自己 嗯 然后他这个时候面对自己的感觉 可能没有比他聚会之前更好 是有可能 对不对 因为他有这个聚会以后 他会觉得这种对比更更更强烈 是 对吧 那那那那这事 表示说是一个人 如果他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是这样 那如果有的人 他是有家庭 他他家里很多事 其实没有太多的 太大的区别 就是他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可能有事情做 他就暂时不用去想 这些我内心的感受 但是他总有 跟自己 就是没有别人在跟他讲话 没有别人在他周围的时候 他总有这种时刻 一定的 比如你睡觉前 你在一个人在电脑前面 或者一个人在家里就是坐着 看到窗外的 就是家里可能没有人 或者没有人跟他讲话 或者别人在做别人的事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的感受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没有感受 你